Hi 大家好 我是Marco 儲了兩個月的Q&A 我今天正式解答大家 咦 不對 這個畫面好像是拍HAPPY FIDAY 我們去過另一個場景 好啦 都在這個位置好像好些 沒理由跟COTTEEL片是同一個背景 好啦 現在你們就開始問 為什麼這個頻道叫KC AV 關不關日本AVC 為什麼會叫做KC AV KC其實是我兩個partner 都是叫KC 加上學三個 AV 當然不是日本的AV 是Adventure Radio 因為本身我是一個不拍片 不拍照的人 對於我來說已經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但是可能對於某些人來說 拍照拍片是鹹話加上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已經很大的挑戰 但是接下來我都會出其他 不同種類的挑戰片 挑戰一下我自己也好 為什麼會想到拍COTTEEL片 為什麼會拍COTTEEL片 開頭拍COTTEEL片 這個idea就是我們的編輯搞出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剛剛疫情開始 就開始了 酒吧又關了 我們本身都是一班喜歡喝酒的人 那沒理由不去酒吧喝酒 在家裡喝啤酒嗎 喝啤酒又會大肚子 那我們當然要想另類一點 這樣搞COTTEEL 其實都是一個不失為好提議的 因為我本身都做了差不多十年 把我以前學的東西搞回大家 還有我是有調酒證書的 我在外面見到的酒很貴 成本不是很高嗎 這個問題應該不難回答 因為我朋友是做這個酒行的 當然便宜過在外面買的酒行 我跟他買酒有特定的折扣 我也介紹給大家 大家只要去這裡看 聯絡我的朋友阿貓 就可以拿到折扣了 所以你說買酒貴不貴 我覺得不算太貴 在你外面喝兩瓶的價錢 我想應該都買到五六瓶了 你們的團隊有很多人嗎 我們KCAV有多少人 加起來應該七個左右 因為有兩個不是經常店 但他們偶爾都會過來幫忙 不知道Marco有沒有養到草物呢 嘩 這個問題這麼古怪 有沒有養到草物 我有養到草物 但是我養到的草物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接受 因為我養到的草物都是 蜘蛛呀 蛇呀 手工呀 蜥蜥那些 算是另類一點 跟我一樣 個人比較怪 所以養到的東西都特別怪的 除了喝酒還有什麼興趣 有什麼興趣 其實都沒什麼時間剩的了 剩下的時間都是凌晨 那凌晨其實我也偶爾會出去釣魚的 接下來我也有想著和朋友 夾粉買一架船回來出去釣魚的 這樣我這個興趣算不算大 其實都算大的 大家有興趣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哪裏有魚釣的 會不會拍旅遊blog 有沒有想過拍旅遊blog 有想過的 但是我拍旅遊blog 應該都是日本 泰國先的 因為我本身都很喜歡去日本 泰國其實都ok的 因為去泰國的話 又可以玩拔水節 去日本又可以參觀一下明星 還有最重要是有得吃好東西 我Marco就最喜歡吃東西 Marco不是富二代 嘩這個問題 不用問我 我是正宗香港人一個窮el 怎會想到我是富二代 富二代是有車有樓那些 我又沒有車 我又沒有樓 我又沒有樓 銀行存款等於零 真的 雖然現在大部分的香港人 想移民的就移民 想去第二道的就去第二道 唉香港 唉 那好了 觀眾問我的十條問題 我已經答完了 這樣現在就告訴大家 我接下來新的item是什麼 就是KCCA 我就將會教大家整蠟燭 整蠟燭也是創業的一部分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創到業 所以我決定靠KCCA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不要說太多了 現在就馬上去片 就行了 我就聽到 在這裡 有蘋果 招名 很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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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